3 2 1 爱就像蓝天白云 惊鸿万里 忽然暴风雨 无处躲避 总是让人 是了不起 爱就像患众感冒 打着喷嚏 发酵要休息 冷热交替 欢喜忧郁 乐此不疲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仙博 相信大家小时候都有一个梦想 就是用我们这个气球 装满我们整一个房间 当一个游乐场一样 难道只有我会有这种想法吗 不管了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实现 我们小时候的愿望 就是用我们的这里的这个气球 装满我们整一个房间 然后我准备了300个气球 我不知道能不能装得满 我觉得应该是足够了 待会呢 我们就是要装满这一个房间 然后在这床上 躺在气球里面 睡觉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如果说装满一个房间 一定很壮观 那么我们赶紧来试一试吧 这一袋呢 是50装的 那么我们来吹吧 气球怎么一点变多的痕迹都没有啊 我觉得我再这样吹下去 我要脑缺痒啊 我刚想说躺在气球上的感觉挺爽的 然后我耳朵现在一直温温温温的耳鸣 这气球爆炸声音也太响了吧 1 2 3 4 5 6 7 还有最后7个就吹完了 最后一个白色的气球 给大家看一下 这也将近是200个气球 我不知道这200个气球 是否能把房间装满 那我们去试一试吧 我吹的嘴唇都没有颜色了 那么这里呢 就是我们200个气球装满房间的成果了 为什么这么少 然后地上还有一大堆 你可以直接躺入这个气球里面这样子 感觉还是不错的 好吧 那么这期视频还是失败了 它那么多气球 它并没有装满房间 可能要比我想象中的还要 这比我想象中的这个还要装很多很多 那么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里了吧 我是建博 然后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